在表态力挺竹竹并后 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地到新竹跟新竹市长临至兼合体 为台湾的下一个世代的科技产业 注入新的动能 让产学更紧密合作 一起国际布局 一起打半导体 还有高科技产业的世界杯 强调台湾半导体在国际上重要性 市长林志坚更喊出竹竹并后 渴望成为连结全世界的超导体 全球经贸局势变迁快速的情况之下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 大新竹也应该要重组 并升格之后增加它的效率 并且作为我们竹科也好 台湾半导体产业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民进党团提议签列第一案 委员柯建明等四九人领具 地方制度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 游轮府院强力被述 民进党党团拼地制法修法闯关 原本21号中午 立院程序委员会就要列入议程 我们觉得这个法案的提出是 完全是为人量身定做 然后是因人设事 却因为在场立委有意见 炮火连连 只能送交24号院会处理 民进党立委21号下午就在一场门口前排队 要抢在周五院会地案复委审查 如果表决通过下礼拜就能禁服二读 不过31号这个会期即将结束 会不会开临时会还是未知数 按照流程 民进党立拼最快下个会期一开始 也就是二月份修法三读 最晚时间点则在明年六月前 竹竹并牵动未来选战布局 蓝绿在立法院 恐怕将会有攻防激战 上前新竹市民排队卡位 就是为了拿市府发放的买报券 这福利只有新竹市民才有 不少新竹县民 看得到拿不到有够羡慕 但新竹市和新竹县的民生福利差异 还不止这一个 小朋友娃娃坠地 下一刻开始 每一秒父母亲都得夺花钱照顾小孩 新竹市和新竹县虽然地理位置上 只隔了头前夕距离不远 但福利还是有差 像是新竹县发放重阳敬老津贴 65岁以上长者 每年一万元 新竹市一年则有1.4万 另外幼儿托育补助 新竹市每个月也多出一千元 生育津贴的部分 新竹县投胎一万元 竹市则为一万五 新竹市有买报券这个来讲的话 就觉得跟新竹县比起来 新竹市就比较有这方面的民生福利 我会认为合并是好的 因为就像说竹北市的部分 腹地比较大一点 但是就缺乏于一些建设 跟一些观光的部分 那如果说一旦合并了 有这些资源的话 那我想应该会很好 新竹地区最重要的产业 就是竹科 但上下班时段 竹科总是筛爆 像是六年前就多盖头前夕新桥 舒缓交通 却因为经费 新竹县市都要出 炒了多年 现在才刚初步通过 如果大新竹合并的话 政府事权统一 修盖路桥 都可以比较有效率 甚至竹科园区要扩建 也可以由同个地方 政府做规划 不像现在容易延宕 也更具竞争力 如果想要竹科 在国际赛场上发光 大新竹合并 恐怕必多与弊 三联新闻张浩宜 下方明星竹采访报道